吉里见到业绩之后,股价就捱固了 大家当然会想到,接下来陆续有其他车股都会开始公布业绩 当然大家最关注比亚迪是月底先的,8月29日 还有一场戏是8月30日,小扒这日近一点,8月23日 就是大家都在等着,每间都公布了 会不会因为有一个吉里业绩后的表现,令大家有点戒心 未必说今轮的业绩期查得起,还是不是的 你也有点心想去期待一下 我觉得应该炒起就可能难一点 或者假设你整个版本可能是六七只来计算 如果你说真的有得炒,可能只有一两只 即机率上是大部分都会借着月职回低,这个机会会大一点 因为最主要一点我觉得,不是看淡的行业 而是整个版本的股价,因为过去这几个月真的升得挺急 所以我想都已经偷步反映定这些月职的因素 还有其实过去这半年月职,你说是否真的可以看头呢? 其实一般来说都未必是 因为虽然有部分的车股、车企 他们公布每个月交货的数目是很漂亮的 即是你给阿迪非常漂亮的,不用说了 十几万部一个月过去,几个月都是 而几个新势力都慢慢爬上来,第二季到中后开始 但问题就是,量数可能是OK的 但因为过这几两季有些疫情 供应链的扭曲,成本的上升 其实最终出来的盈利能力 即那个可能利用率是否真的这么理想呢? 可能他买车的数量是OK的,但出来的数未必特别强 而正正如果数未必特别强之際,但股价已经升了这么多的时间 其实股价已经一定不低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要炒业绩的话 我自己觉得就未必特别建议 反而我的建议就是可能来的这几两个星期 如期都这么多车股出业绩 那你真的一次就先看完 然后看看哪一间可能比如期又好些 或者你的前景觉得到时的看法是更加理想的 那你就即刻才博那一只 我觉得其实车股反而是现在慢慢适合偏中线的部署 我想炒作就应该是静了 因为其实这件事也关于市场 你所说的七百多百多的成交 怎样炒起呢? 没有什么资金? 很难炒起 除非真的很有炒作 但现在其实又不是 所以我觉得要令到这个状态突然间 好像有一个很大声 就是无端的市场这么慢 而它们突然爆上去好像机会较微一点 所以反而等待之后可能去考虑 慢慢去看会比较好一些 看到有些观众个别也想问一下 单独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其实也有提过1211 有观众问说可不可以说一下1211 它想入吗? 我觉得当然1211的走势还是很好 特别对比现在的大市也好 对比其他股份也好 其实它是很硬的 即使你过去曾经7月初 有几棍曾经担心股程减持也好 当然现在也没有说是怎样 但是股价也继续落在这些位置还行 而基本因素当然也不需要多说 我想无论从交付数据 十几万部一个月 其实也说过很多次 跑资源连很多 除了卖车之外 自己的零件或者电池等等 不同的开发都是先行很多 其实从基本数 一定是一只 特别是车股里面最好的一只 但是始终现在的炒作 我想现在这个位置想去买 我都会建议可能先等一等 因为刚才也说到一点 就是过去几月 或得或少都受累了疫情 供应已经扭曲 成本上升 虽然你比较多见到是有说过加价 但是究竟加价的幅度 和你成本上升的幅度 可否抵消了呢 这个是真的在利润业绩 才能见到的 就是可能条数 就是刚才提到过去几月 它的买车数是很美的 但是可能你的利润增长 其实可能没有 那个买车数增幅那么多 其实这个也等于是 可能是要自己 吃了少许成本的压力的 所以这个可能都会 到时有机会令股价 借小一点调整 或者是斟酌的位置 因为始终的股价相当高 股价一点也不低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 我觉得你可以的话 就等下 除非你真的能够分到很多注 如果你自己手上能够分到注 你又完全没有货 你又很想入 我觉得你可以这些位置 先入住第一次 但这些位置真的不多 反而如果有机会是业绩之后 假设真的像我自己的预期 是会多一点的 譬如去到两百七楼下这些位置 那到时再加多一点 会更好一点 但是当然也是谈谈 看中长线一点的 我觉得低买会合适 你现在坚然上车 但当然你现在真的很想 其实这些位置可以 因为看走势又不是差的 只不过就未必有一个 即时可能上冲的动力 不过比亚迪衰在 如果一天不拆小 真的很难分很多注 太分很多注 我同意 特别我不行 有些观众实力不严厚 有些观众可以的 没错 观众Perry想问 另一只新银2-3-8 它是7元买入的 你怎样看呢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 其实跟现价差不多 所以变成价就还好 你可以先银一银 但论看法 其实传统车馆里面 近期是会看回 本身过夜的时间会看回好一点 因为刚才也说了 就是传统车企看的 都是看他们转型的执行性 即是发展新能源车的情况是如何 说起 虽然起步不可能没有吉利 长城那些这么早 但是近年的品牌 其实开始看到卖车是不差的 还有市场反应其实都可以 所以论基本因素 我觉得它算是值得留意的 还有如果你考虑基本因素 你看过估值 那它其实都是8倍多现价 6倍多7倍预期PE 比刚才说的吉利 30倍现价 20倍的PE来说 其实它便宜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说从这个角度 它是值得看得更正面 但是我想这是一篇 偏偏中的看法 就是论股价、业务发展 那些东西 但是纯粹从短期股价走势 一般一点 未算很差 但是应该有机会再回多一点 因为你看到一来 整个五月份上来之后 六、七月环行了一段时间 到八月开始下来 有点叫一个圆顶 而且圆顶得来 令到八月份转下来之后 你看到现在的军事 开始是转转的 即是五十、二十、十已经转转了 还有一条一百好在下面 因为还未跌得太急 但是也意味着 开始股价是有点反复 所以我觉得 你幸好这些价格差不多上车了 我觉得你可以拿着它先 但是 如果 我想向下 你订下一个可能比较 即如果你不是看那么长 因为这阵阻力 也是比较偏中 长一些 但如果你不是 只想看短 我觉得你可能订下 大概六个半这些位置 做个指示 如果跌穿六个半 可能考虑真的走一走 但如果不跌穿的 那你便继续它 慢慢上高一点 或者是 上面的 起码大概七个七、七、七、八 做一个初步的目标位